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青 加拿大美食安品的行政团队主任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常见的 家常菜叫做疙瘩汤 或者地方叫面疙瘩汤 面疙瘩的部分我会用手动的操作模式 然后汤底的部分我们在用酷开肚里面的 你们就看我怎么操作 我们先把秤叫出来 加入100克的面粉 那这里面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 加到100 我们再来加水 水差不多是它一半的量 加水的时候你要小心 因为水很容易液体很容易一下子倒过量 然后我们就把它关掉 我的这个锅里呢只有这个面粉跟水 然后盖上你的主锅盖和杯盖 一起 我们开启这个调和锅 先让里面的水和面粉混合一下 好30秒 轻轻的切放大旁边的这个调和锅 轻轻一扭切让它们调和 机器的这个步骤 调和的一定比我们更均匀了 熟悉的音乐声一想起呢 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调和之后的这个面团 就是这样的 差不多大概是我们传统做法说的这个续状 就是面粉和水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那下一步呢 我们要开启这个揉面的功能 揉面 我们设置两分钟 然后就开启揉面 放大右面的这个麦穗键 轻轻一扭带圆扭它就开始揉面 好的这里再说一次我们一分钟的小美揉面 相当于人手揉五百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提示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小美在揉面的时候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它 你一定要守在它的旁边 好揉面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面团 好漂亮的一个在那边乖乖呆着的面团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已经揉好的状态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面团打散 那么就成为这个 哎呀我的手沾了一点点面 好打散成这个面疙瘩 就像这样的小疙瘩 好我们再把秤点出来 需要加入大概15克 15克不到的面粉 好现在是零 就加入这个干粉 好然后呢很神奇的哦 现在里面就是一个面团 加上一点干粉对不对 好我们就设置成三秒钟 1 2 3 然后速度5 先把速度放大 再扭到5 好我们看看短短的三秒钟 小美的锅里面发生了什么 哇看到吗 是不是很神奇 好我把这些都倒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成面疙瘩了 你想让它更碎一点呢 可以用速度6 或者5.5 但是我觉得这个5的这个 已经是OK的 虽然它们里面打的 不是特别的均匀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啊 如果你是按照我们固开度呢 它是要求你用手 来把这些小的疙瘩 搬下来 就是手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那也是OK的 漂不漂亮 这样的小疙瘩 好先放在一边 我们等一下再倒进去 我们现在来做汤的部分 好那这个锅呢 你是不用洗的 到最后呢就是这个 也是一个面汤 好我来点开我们的这个食谱 存在我的一周里面 这个叫做面疙瘩汤 好就是这四个字 可以看到吗 好点击开始烹饪 前面的部分呢是在做疙瘩 所以我们跳过去了 它这个疙瘩呢是一个面团 然后让你自己往里面揪 那我懒得揪 我就用这个三秒钟 速度很快的就切出来了啊 好 现在我们放入番茄 好番茄呢你把它切成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底下这个地去掉就好了 直接放进去 我是啊 好那这个怎么去的呢 就是用一个刀很简单 把这个中间呢 把它这个挖空出来就可以了 嗯 本来有一个很小的刀水果刀 但是找不到了 就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不是特别得劲儿 但是也OK 好这样就把这个 番茄的这个根部把它取出来 好我们就整个放进去 它下一步是什么 盖上凉杯盖 三秒钟速度 好我们来切碎 我是整个番茄放进去的哦 好 我们来看看三秒钟速度 是不是又再一次神奇的做了什么事情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呜呼 已经切碎了 是不是 好 看过了我们就往下走了 加入10克的油 好 你就用你们家的普通的菜油都可以 好 加入10克 好 点击下一步 盖上盖子 它要炒一下 好 我们扭到速度1 油3分钟120度 来炒香 好 我们再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油和番茄就已经炒好了 好 我们来加入 根据指示 加入800克的水 好 准备好你的水我们就加进去 稍微不想吃那么多的汤 可以稍微少一点 我就加到750 好 再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给烧开了啊 好 大概用10分钟100度 然后速度1 香油一扭就开始烧水了 好我们就可以等着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准备一些娃娃菜呀 或者上海青啊之类的 嗯 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摘摘菜呀 洗洗菜 然后如果你还想放其他的东西进到里面 嗯 像我妈妈都特别喜欢吃那个海鲜类的 像虾皮呀这种东西很提鲜味的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准备一下 好我刚刚在旁边呢也是收拾了一下 然后回头一看这边呢 其实它已经达到100度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它暂停 然后接着做下一步走啊 好那现在的这个设计呢 它冷却是有20秒钟才会停下来 好我们就是里面的这个水呀 番茄呀已经烧开了 好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很浓郁的 好我这个番茄刚刚没有看多少重 但是应该不止150克 好我们就 这里对点击下一步好 取下凉杯 然后它说三分钟扭到速度1 然后也是保持在100度 好我只是取下这个凉杯盖 小的盖子 它拿下来之后 好这个下一个步骤应该是要我 你看将这个面团倒进去 好我们就把面团呢 可以从洞口倒进去 你也可以现在呢 直接把它一股脑的倒下去都可以啊 就是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面疙瘩 你可以按照它说的这样做 然后大大小小的呢 就不一样 然后有一点费事 我是比较土懒的这种人啊 好它有个三分钟 好那我要开启速度1 然后它这个时候让我把那个面团 用手撕成小块一块块丢进去去煮啊 好那我因为刚刚已经把那些面疙瘩 一次倒进去了 我就让它先煮三分钟好了 好下一步完成 然后我们放入菜 好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做成的这个 歌答 哇真的很不错啊 不是我自夸 好我们把这些刚刚准备好的这些菜 我这个用的是上海青 把它们都放进去 他说50克 我这些应该也不止50 所以你多放一点呢也没有关系 好再来下一步 一茶匙的生抽 嗯我做歌的汤也是喜欢放一点点酱油很鲜的啊 好放一点 提点鲜就行了 再来下一步 二分之一茶匙的盐 好的就是半勺啊 你如果没有这个小凉勺 你就用你家的普通的勺子 放个半勺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就盖上锅盖 下一步 四分钟一百度速度一 就把它轻轻扭到一 它就开始在里面煮了 取下凉杯 然后再打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歌答和这个菜 煮的这个情况啊 好然后我最后倒出来的时候 再让大家看一下 下一步 好将蛋液慢慢的倒入在煮锅盖孔的周围 那就是这个地方 好那你要把你的蛋呢 其实应该提前打散 好 那么就也可以先回到上一步 让它先转起来速度一 好这边我们快一点打蛋 然后浇上去 好那大家有看到吗 所以我就是把蛋全部都浇在了这个位置 它会顺着这个煮锅盖和这个凉杯盖的缝隙滴下去 好 还有二十秒我们这步就完成了 好点击下一步 好点击下一步 我这步已经完成了 再加上一点芝麻油和白胡椒粉调味道 然后就请趁热享用 哇小美改的蛋花果然很专业 我要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来拿一个这个保温锅 然后我来调一下镜头 好把保温锅打开 就倒进来 好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小疙瘩 倒下来的时候 这个状态非常好 然后还有这个蛋花也打得特别漂亮 好 好 然后我们来加一点点的这个麻油 调一下这个味道 很香 好 你也可以加一些白胡椒粉 看一看 这样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一大股的这个疙瘩汤 学会了吗大家